台中东市有对夫妻为了追求咖啡那股东乡气息 老公选择放弃水电事业 老婆放下了情谱立地众斗 两人便这么一头栽入了咖啡产业 先生朱志诚负责种植与管理 太太陈怡君则在烘焙上着手 创立品牌东乡咖啡 并且成立了产销班辅导班员 要用行动将已出产水果闻名的东市客家山城 打造成另一个咖啡故乡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26岁之后才慢慢有听到台湾哪边有人种咖啡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到处去看看人家的咖啡 人家是怎么管理怎么种 回来以后自己再去研究做试验 在国中那时候就开始种咖啡 我是国中那时候就开始种咖啡 是因为那时候在我们那个 我妈妈那边娘家那边山上 我舅舅他们去那山上摘 摘了一堆这种红红的果实回来 然后就直接拿那个烤箱就直接烤好 然后烤好有味道以后 他就拿那个我们在蒸油那个蒸 就把它蒸蒸蒸 然后就用烧水把它搅起来 然后咖啡香就走出来 那时候才知道这叫咖啡 其实早期在种咖啡根本没有任何的资讯说 这个咖啡到底要怎么处理 所以以前在摘咖啡就是摘下 就直接拿去用烤箱烤 也不会说要先经过熬下 要经过去皮要发酵 然后再晒干以后再去去壳才能烘焙 以前就只要摘下几乎没有什么那些病虫害 的时候就会很少 所以那时候稍微挑一下就好 现在不是 因为那个被钻的啊这样在上面看 其实不注意看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去完红色的皮以后 我们就会看得到里面有没有黑掉的啊 有怎么样那就很明显 看得到不好的东西就要挑掉 三次四次耶 反正像在晒豆子的时候啊 你有看到就要一直挑 烤到蜡粥有什么土耗的糖 他就喜欢盲山上啊我就喜欢盲烘焙 其实一开始不是这行业的 嫁了我先生之后因为先生也种咖啡 那我会觉得在东西的山上你只会种咖啡 而且当初也不知道自己种的是咖啡 那我们可能就是都到骨坑惠村去学习 很多都说我们烘焙师最厉害 我说不对最厉害的是农民 你没有删出最好的东西 我再怎么样烘我也不会好 那我们是种植不种量 咖啡它是一个不需要农药跟肥料 它是比较没有一些化学防治的部分 种植也比较简单 可以在协助老人家二代的部分要回来接手 其实我都很鼓励啦 我以前开在铺子口 我的搬员都要出去找我去开会 对那后来我是为了这群老人家 所以我才搬回来 我希望是形成一个循环运作 就是有行销有课程 然后有共同进步 共同的行销出去到更远的地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